东北亚气氛近期骤然紧张 梅拉日韩接连进行反潜反导演习 又借机扩充在韩萨德部署 是否将进一步刺激半导局势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我拿一块石头扔到你们家 那算骚扰你 我拿个望远镜天天观察你 你说是不是也骚扰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北西事件还在持续发酵 美军巡逻机被爆 曾现身事发海域上空 美军前高官望言 美国花660亿挺屋 非常划算 美式慷慨究竟对伍意味着什么 所以从这个本身的 我们会发现 美国打算利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 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它在武器有可能提供的品种数量 包括危险性方面 都会有一个陡增 波兰放话与美国讨论核共享 俄罗斯末日潜艇悄然出动 又将去往何处呢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析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期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 美拉日韩相继进行反潜反导演练 海域借机在韩扩充萨德部署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韩美于10月7号至8号 在韩国东海的公海海域 实施联合机动演习 以增强协防能力 韩军派出文武大王号驱逐舰 东海号护卫舰参演 此外 作为加强美国延伸威慑的措施 里根号航母日前重返韩国附近海域 并参加演习 在此期间 里根号航母还在海上进行了 舰长指挥权的交接 而就在同一天 韩国国防部表示 诸韩美军将可提升 萨德反导系统与爱国者导弹系统之间 兼容性的装备 运进了位于庆上北道 兴州郡的萨德基地 按照韩美对此次部署的解释 此次装备换新 是美方旅行延伸威慑承诺的一环 韩美将通过此次系统升级 具备更强的反制朝鲜的核岛能力 领局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消息 10月6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 出动足柄号 鸟海号导弹驱逐舰 参加了在日本海举行的 美日韩联合反导演习 有分析认为 美日韩此次出动的舰艇 都配备了宙斯顿作战系统 其中美海军本福德号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 都搭载了标准三系列防空导弹 具备大气层外的反导能力 可以准确拦截弹到最高点的 弹道导弹战斗部 此外 有韩国媒体 以陷入硬碰硬对质 找不到出口的朝鲜半岛为题 称与2017年半岛紧张局势 达到顶点后 对话氛围时不同 目前的国际局势 导致半岛问题很难找到突破口 那么半岛局势 未来将如何发展呢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李女士 我们来关注一下 李根浩的动向 那么在他返回朝鲜半岛之后 我们看到是立刻加入到了 新一轮的美韩军演当中 并且期间还进行了一个 舰长指挥权的交接 这一系列动作有何意图呢 我觉得这次李根浩 返回到相关海域 实际上这次的演习 它是它进驻到釜山之后的第二轮了 因为我们知道 9月23号到了釜山港 随后就开启的是 26到28号的这个演习 这是第一轮 那么第二轮实际上是 从10月3号呢 它当时是穿越这个京青海峡 那么到了太平洋 实际上在10月4号 朝鲜施舍导弹以后 它迅速地又回调 所以现在实际上是 第二轮的这个军演 因此我觉得 从目前当下它整个 无论是它这个部署 兵力部署 演练的科目 包括这次最新的这样一个阵位 它都是应对了 这次朝鲜导弹试射的 一个最新的调整 所以从这次 整个这个科目设定来看 我觉得首先就是 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态之下 它要进行舰长的 指挥权的交接 我认为这里面 可能反映出来的 一个基本的考虑 就是美军在演练 一旦战时 比如说舰长 无法继续担任指挥岗位 那么有没有可能 按战时这个程序 迅速转入到 其他这个舰长的指挥权的 这样一个接力 这个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态势 就是正常的海上编队 部署期间 还没有返回母港 那么美军也会进行 相关的舰长位置的调整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 就是想表明 就是无论战时出现了 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 这个里根号航母 战斗群的指挥权 不会出现任何时间的断裂 这是首先我觉得 表现的一个态度 那么第二个 我觉得它更多 它是一个立场 是一个对于韩国的所谓的 这样一个延伸威慑的 这个承诺的一个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这里面更多的是 美韩关系的重新调整 包括韩国对美国 在整个战时指挥权交接方面的 一个新一轮的一个布施 所以它更多的演练的是互操作 就是一个是互操作 一个是演训的一个强度 那么包括向深度的发展 所以互操作 我想可能很多的层面 它也要体现在 就是双方联合演训的频度要增加 深度要增加 那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进行第一轮演习之后 在应对半岛局势的突发事态方面 我进行了第二轮 更加深入的 而且是规模更大的演训 所以这个它有一个 联合应对半岛局势的考虑 那想要张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在半岛局势 骤然紧张之际 美军打着升级的幌子 欲扩充在韩萨德部署 您觉得它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它其实还是要希望加强 在这个地区的多层次的导弹的防御体系 我们知道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 是两种不同的系统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系统 美国这次要把这两种系统 能够进行相应的兼容 并不是说要用萨德取代爱国者 而是让双方能够互通 首先这两套系统 它拦截导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萨德系统 它拦截的是高空的这样一个导弹 比如它能够最高到 100多公里的拦截的高度 而爱国者 它大概在40公里以下 所以如果这两方面 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融合 那你可想 它的多层次弹道防御体系 就形成了 但这个事为什么说很危险呢 就在于 它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构成 按美国说法 不对 不针对任何国家 不对周边国家产生威胁 这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们知道当年 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时候 为什么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 萨德系统 虽然它叫萨德防御系统 但是我们来看 这套系统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我们叫进攻型的防御系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它的这个X波段的雷达 照射范围非常广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我拿一块石头扔到你们家 那算骚扰你 我拿个望远镜天天观察你 你说是不是也骚扰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这样一个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也是美国延展威慑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措施的落实 再有一个也是希望提高 应对朝鲜导弹的 但特别是弹道导弹的 这样一种反应的能力 既有它当下的地缘政治的因素 也有它整体在亚太地区的布局 那请教理女士 我们观察到美日韩三国 近期还进行了一个反导联合演习 三国的宙斯顿舰齐聚半导周边 您觉得重点可能会演练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演练对于朝鲜未来 可能发射导弹的新一轮的探测 而且这个成为当下 就是美日韩三方的 情报共详的一个基石 原因是在于我们知道 美国上一直想让日韩的情报 出现高度的共详 但这个过去一直没有时机 所以从今年开始 应该说以今年9月份 那么美韩开启的 在整个半岛区附近的 这个大公园的军演开始 我们会发现美日韩三方的 情报合作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我认为 它一方面是美国主观上促成的 那么另一方面 我觉得它也是借助 当下半岛的最新的 这个导弹所谓的危机上 我们知道这个危机本身 是因为美韩大规模军演造成的 这个原因本身 逻辑起点很清楚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 它最重要的演练 应该是一个 当然是情报的联合搜集 就是所有的海上 对空警戒雷达全部开启 然后向相关的半岛方向 那么做相关的扫描 然后可以进行接力的通信 比如说或是美舰 或者日舰 或者韩舰 任何一方发现了 可能的来袭导弹 然后提供共同的预警 然后由最近的 一艘驱逐舰进行拦截 就谁的位置最好 谁来负责拦截 我觉得这是首先需要演练的 那么第二个演练 我觉得实际上是 培育韩国目前的 反导能力 因为过去 我们可以这样讲 韩国在整个的 海上反导方面 它和美日进展不一样 尤其是日本 日本的所有的金刚级 那个驱逐舰 它全都具备反导能力 而韩国过去 实际上它是没有相关的 能够具备反导能力的舰船的 所以这次 文武大王号 它虽然这个排水量比较小 但是它上面也搭载了 马克41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而且它也有 标准二的Blob三型 就是具备反导能力的 这个弹种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 美国真正允许 韩国融入了 美日过去组绕的 整个的东北亚的 防火反导体系 而这步走进来以后 我觉得实际上延伸的 就是刚才张老师谈到的 你包括萨德 包括爱国者 包括宙斯顿上的 反导的这个体系 全部它会融成一个大体系 而这个大体系 再加上在韩国前沿部署的 这个巨型的 这种类似铺路沼的 这个地面雷达 那么就有没有可能 形成对于整个 东北亚广泛区域的探测 那么它就超出了 半导本身的范围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也是很重要的 北溪事件还在持续发酵 有媒体近日爆出 就在管道发生爆炸后不久 美军侦察机 曾飞抵事发海域上空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路透社披露 一架美国海军 P-8A反潜巡逻机 在北溪2号 天然气管道事故 发生数小时后 曾飞抵事发海域附近上空 报道称 这架P-8A反潜巡逻机 当天从冰岛起飞 在瑞典方面 侦测到丹麦伯恩霍尔姆岛 以南海域海底 发生爆炸时 这架飞机正在 北海海域上空巡逻飞行 之后在波兰上空 进行绕行后 飞往管道所在的 波罗的海海域 根据飞行数据显示 该巡逻机离爆炸点的 最近距离 仅有约4公里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 美国前陆军副参谋长 杰克吉恩 近日在接受 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承认 我们只花了区区 660亿美元 就得到了一个 跟俄罗斯开战的乌克兰 今天花在乌克兰身上的钱 非常划算 此外 10月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 6.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是美队乌进行的 第22次军援 至此 美国自拜登就任以来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 已超过175亿美元 另据美媒报道 从10月1号起 美国进入2023财政年度 同时 一项旨在为乌克兰提供 无限量军事援助的法律 也正式生效 它就是今年5月 由美国国会通过 并由总统拜登签署惩法的 所谓2022年乌克兰 民主防卫租借法案 根据该法案 美国将大大简化 对乌提供各种战争物资的程序 加快向乌输送武器的速度 并且不再限制武器类型 换句话说 美国政府将通过租借方式 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任何武器 此外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表示 俄罗斯核威胁导致的世界末日风险 正处于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点 10月7号 美国白宫试图对拜登的 此番言论进行澄清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称 没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正在准备动用核武器 并重申 没有理由调整美战略和态势 那么美海军P-8A巡逻机 出现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事故 事发海域 究竟想干什么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好 请教理女士 我们看到就在管道发生爆炸后 不久 这个美军侦察机 是飞抵了事故海域的上空 您觉得这是巧合吗 那么从目前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 对于事故原因 可以做出哪些推测呢 我想从这次P-8A迅速反应来看 实际上它从当时记录的路线来看 它是在冰岛上空 按照当时这个情况还原 它在冰岛上空 就是北海区域 那么发现这个方向有爆炸以后 就在波兰转了一个圈 然后飞往了波罗的海的区域 所以从这个本身 这个行动来看 我们首先应该解读到 就是美国在整个全球 目前的重点海域 它是有快速反应能力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架P-8A 在目前这个北海上空的飞行商 它无法对于波罗对海这个方向 做任何的反应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是让美国也想了解 在这个区域发生的事态 包括评估 比如说评估这个事态 它可能的下步的反应 包括对于盟友 那么做什么样的调度 这些是要有首先的情报 做支撑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 这两个信息非常明确 那么当下这个事件 我们说像什么方向发展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 就是瑞典方面和丹麦方面 组成的联合这个调查小组 在经过几天的 对于这个海域的封控以后 因为它是从10月3号 我看到划定了一个 无海里直径的这样一个区域 所有的船只是不允许靠近的 然后对于相关的 这些调查做进一步的取证 最后我看它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认为这是具备 人为破坏的特征的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觉得从这次 瑞典和丹麦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而且最核心的数据没有公开 那么我们应该说 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东西 是比较敏感的 根据俄罗斯我看 包括这个佩斯科夫 包括几个出来发言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政府级的官员 对这个事件的定义 叫做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 对于欧洲重大基础设施的 恐怖主义行为 那么应该说国际社会 应该是给出结论的 那请教张先生 我们观察到 近日有美军前高官望言说 美国仅花了660亿美元 就换来了一个 同俄罗斯开战的乌克兰 这非常划算 对此您怎么看 这个是俄罗斯媒体爆出来的 是美国陆军的前副参谋长 杰克金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乌克兰 花了660亿美元 但是这点钱 我们就换来了一个 能跟俄罗斯开战的乌克兰 他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从他的说法来讲 我觉得美国的这种 地缘战略的意图 应该说已经毫不掩饰了 他就是要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就是要让乌克兰人去宿命 去跟俄罗斯对抗 来消耗俄罗斯 这一点其实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之初 我们就看到 美国其实就打这样的一个算盘的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 这笔钱660亿美元 是不是一笔大钱 当然是一笔大钱 但是相对于它产生的回报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他认为是非常划算的 因为6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投入进去 然后乌克兰替美国去打仗 替美国去消耗俄罗斯 让这个俄罗斯陷入到一种 胶着当中 这样的话 它的美国主导的 北约东扩的成果 就能得以巩固等等 它的这个力处 对它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要说一点什么呢 就是美国这国家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它有利可图的时候 它加大军事援助 加强国际舆论的 这种所谓支持等等 它会做的 这个可以说动作非常的快 但一旦你的这种剩余价值 被榨取干净了 或者对它没利的时候 它撤得也很快 叙利亚也好 阿富汗也好 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乌克兰 已经被绑在了 美国的这个战略力上 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的时候 某种意义上 看似是美国大比的 这样一个军事援助 其实它背后 都是在掏空着乌克兰 那林女士 我们关注到美对乌的 这个所谓的 2022年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 本月就已经生效了 那这种美式康海 您觉得会给乌克兰带去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会加剧 乌克兰当下俄欧冲突 这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局势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法案它为什么现在生效 是因为按照10月1号 那么美国已经进入了 新一轮的财政年度 就是新一年 那么这个是在 2022年的5月9号 拜登正式签署的 我们会发现 当时上它的票数是很高的 它在参议院是全票通过的 众议院是417比10 就是都是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从这个本身的 我们会发现 美国打算利用乌克兰 拖住俄罗斯 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第二个呢 就是租借法案本身呢 它已经远远地背离了 二战时期的那个意义 因为大家知道 二战时期美国那个租借法案 是非常有名的 是因为当时呢 美国为了联合更多的盟国 打败纳粹德国 所以当时呢 应该说这个是对 整个奠定二战胜利也起到了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 最新的这个租借法案 它的名字叫做 2022呢 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 所以它的目标 结果 包括指向 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按照整个这个租借法案的内容呢 它是300亿的一个 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而且200亿就是军备 各种武器装备 而且任何武器 我认为这个任何武器呢 就是我们下步要解读的 就是它在武器 有可能提供的品种数量 包括危险性方面 都会有一个陡增 那么它就意味着 未来可能我们看到的 在俄乌冲突的现场 美国提供的不仅仅是 我们现在熟悉的装备 它上还包括 有没有可能像这个 战术的这种导弹 就是真正能够通过 海马斯发射的 这个战术300公里的导弹 这是真正具备 非常重大的这个挑战性意义的 那么此外呢 有没有可能在进攻性装备方面 你像战斗机 A10 就是它本国准备 因为它的五代机 现在正在大量生产 存在换装 那么这些过时的三代机 有没有可能就直接转给了 一些欧洲国家 比如说东欧国家 然后再进一步地给乌克兰 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看到 整个出现不确定性的 非常重要的方向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 博兰与美国讨论核共享 和核潜艇携带末日武器出动 我们来看短片 就在波兰方面放出 正讨论加入北约核共享的风声后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0月6号声称 白俄罗斯正面临 来自波兰的战术核攻击的危险 他将与俄总统普京讨论此事 此前据波兰报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 接受该报采访时透露 波兰正与美国 就参与核武器共享计划 进行谈判 以应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 值得关注的是 有末日潜艇之称的俄罗斯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日前从所在的北德文斯克基地消失 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紧张 该潜艇的下落 也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 据悉 这也是该潜艇首次远离母港 北约警告称 该核潜艇或将前往 位于北极地区的喀拉海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称 该潜艇此次出海的首要任务 并不是战备巡航 而是要测试堪称 末日武器的波赛东和鱼雷 此外 10月6号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 除欧盟27国外 还有包括英国 挪威 土耳其 乌克兰 等17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 和代表参会 讨论新形势下欧洲安全 能源 气候变化 和经济等议题 那么波兰此时放出核共享风声 是何用意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观察继续播出 好 请教张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波兰主动放出 要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的风声 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说核共享这个词呢 本身来讲它是来自于冷战时期 当时呢 美国和他的北约盟友 进行相应的这种所谓核共享 核共享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提供核武器 然后部署在他的北约盟国 那么这些盟国为他提供基地 为他提供可以发射核武器的载具 比如像战斗机啊等等 这样的话 让这些北约内部的非核国家 也能够掌握核作战的能力 在关键时刻呢 可以使用这样的核武器 对对手进行威慑和打击 这是当年的这个冷战时期 所谓的这个核共享 但这个现在呢 地区局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北约内部啊 真正拥核的国家只有三个 一个美国 一个英国 一个法国 所以按照过去这个核共享呢 美国把他的战术核共享 比如部署在土耳其 部署在意大利等等 那么几个国家形成这种 整体的北约的战略威慑 但是现在因为这种 俄乌局势的一个变化呢 波兰因为他跟乌克兰毗临 所以他挨着 这个时候波兰这个 借这个时机呢 他要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所以你看最近波兰的举动 是非常可以说激进的 包括他的这种整体的 军费占GDP开支的提升 包括打造这种欧洲 所谓最强陆军 包括美国说要在波兰 设立永久的陆军的 这个总部等等 那么现在传出这个风声来 也有可能是在试探一下 试试水温 放个风声看看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这个核共享 它很危险呢 核武器带来的危害 众所周知 所以为什么有个 核不扩散条约 就是不能让这个核武器 大边际地扩散 一旦不透明扩散 那带来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但是美国这种所谓的核共享 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一种核扩散 你给你的盟国提供相应的核武器 然后战时甚至可能使用的话 那你本身就是把核武器 扩散到这些其他国家 这些非核国家 所以它对于地区局势 乃至于全球的这样一种平衡 都会产生极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那林女士 如果波兰与美国进行核共享 您觉得会对地区局势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说 包括波兰 包括波兰有一些政党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的是很主动的 但是美国在这个应对方面 我看还是有一定的保留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怎么走 我们还可以看下部的反应 但是从当下的情况来看 它首先就是会打破当下 美国在整个的欧洲地区 部署的战术核武器的范围 就如果真的要谈成的话 因为大家知道 按照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 就是美国在整个的 北约这个体系内的框架下 一共有150枚的战术核武器 主要都是B61系列 它主要携带的方式 就是说通过把这些国家的 就是战斗机做一些改装 都不是美制战机 都是这些所在国的战斗机 做改装可以直接搭载 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这是经过多年的 这个储备完成的 所以现在呢 主要部署的国家呢 就是包括比如说比利时 包括德国 包括意大利 那么实际上还有土耳其 荷兰 所以现在呢 如果说波兰提出了 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它也希望 要把这个自己 和美国进行核共享 就是自己想加入这个核梯队 那么它就相当于 在常规武器系列当中 本来已经非常冒进的 这个计划 出现了新的制的跃升 我觉得这首先是 对自己在北约地位 认定的一个新的标志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它会激发 更多国家寻求核保护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造成了新一轮的 核获散的风险不说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怎么实施 要有力的掌控 怎么能保证这些核武器的安全 我觉得这里面 都有很大的一个学问 因此呢 如果开启了这个新的 就像一个潘多勒磨合似的 就它是一个地区危险的 不确定的一个很大的根源 同时我们看到 北约方面放出消息说 俄罗斯海军的 这个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目前呢 已经从北极圈内的基地消失 去向不明啊 那这艘舰 为什么让北约如此紧张呢 我觉得关键它的特殊性吧 因为大家知道 别尔哥罗德 它和以前我们熟悉的 北风之神 它不是异形 所以呢 它被英国媒体叫做 30年来全球服役的 最大的水下的核武器 所以我们可见 它的地位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当下这个调用呢 我认为它很多的时候 就是像这个战略 核武器方面的调用 它本身就是战争最高等级的 决心意志的一种较量 就是你西方国家讲 我可能会使用 我是不是在使用 我也让你猜一猜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 最高端博弈的 一种体现形式 所以呢 它最好的显示 不是说 我在水面上进行试射 我在水面上 整个这个进行航行的时候 让全世界都看到 我觉得它最大的威慑 就是消失 就是我从港口消失以后 我到哪儿 你不知道 我下部可能要采取的行动 你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它才能够在当下 这个博弈当中呢 胜出 因此我觉得 当下所有的应对呢 都是俄罗斯针对 美国和北约 整个这个行动 无论是造势也好 包括正常的 就是行动本身的 一种应对 我下午的那儿就会 我下午的那儿就会 感谢观看